你不給Visa給他,根本不能上飛機 那現在說他可以落地簽證? 是的,他現在說落地簽證,三個小時後是不是? 你自己說吧 如果這件事是完全依照他的法律去做 其實我們由頭到尾,就算修例都是為了送回台灣 沒有人說過我不信他 但現在這五天,我想不只是我 香港人都覺得他一時一樣 我覺得首先要達到互相尊重和互相信任 坦白說,五天前我不會對台灣的審訊公平公正 有擔心的,五天前 但這五天發生的事,特別是他們很多預設 第一,真是很不尊重香港是普通法、行為地法這個機制 第二,他們應該清楚了 我們香港發生這麼多事 都是希望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司法互助的機制 包括台灣 在這裡我們做不到 他一定要我們做是強人所難 我自己都沒有想過 當時任陳同佳先生是願意去自首的 因為他在香港的法律,在香港管理區裡面 他現時已經是自由的人 所以其實台灣那邊就不應該這樣咄咄逼人 還有開口埋口都是罵我們的司法機制 其實那個情況現在最大問題的反圍是 一開始那些前設就是我們查得不好 連法院各方面全國機制都是不好 我們香港就是一定要依靠證據和法治程序的 那麼他就假設他一定在香港預謀的 你看到他也說了 其實這個在法律上真的有偏見在這裡 那麼如果他的執法人員一開始有這樣的偏見 而他整個政治局面是為了他的選舉配合 其實我們很合理會是懷疑或者憂慮時間 因為真的選舉期間你香港我們這些那麼小型的 很多不預測因素 他真的會去了那裏做個政治籌碼 現在很明顯看到法治就不是閒守衛 有一回事 都會遇到說了 biased B ни behtails